大家要知道这个心中心这个窍这个点 它是我们的古灵所在 古灵所在 那我们这一生 记住刚才说 父母趴差一结合的这个点 形成的一个泡 透明的泡 泡泡中心 里面带着心中心 那个核 那个人 那个人决定了你将来是什么种 也就是说你这个解成的这个苹果树的先天 是梨树还是苹果树 是由先天种性决定的 这个泡中间的那个点这个人 决定了你是苹果的种子 你还是梨树的种子 那么作为人都是人 决定了你是人的种子 但是你是个大人物 是个小人物 这一点是由你今生父母 记住 他有两个方面决定了你今生的命运 叫先天格局 先天命运 第一个就是你今生的父和母 在阴阳教会的这个刹那间 结合的这个明点的这个力量 这个量级大和小 然后最后决定了你什么 你的先天 为什么我们今天要重视 这个叫怀孕的时候的保养 或者是这个在要孩子前的心态的调整 和物质方面的身体的 形体的调整 心理的调整 精神的调整 那么这个是你未来的孩子 你给了他一个什么样的先天 种子 这个是由你的 这个你们这个父母双方 给他的 这个会影响他这一辈子的 这是第一个先天 第二个先天 就是说 这是今生所生成的一个 这个魂 他这个魂叫人魂 叫幽晶上面 携带的这个灵 由他去保管 这个灵点 那么还有呢 他要古灵再来 古灵再来 也就是说 那跟这个父母 有缘的这个一个众生的古灵 要来投胎 要来投胎 在父和母 啪叉 这一点 形成的这个泡里面 他这个有屋子了 有个泡吗 有个泡 有个场了 里面有明点了 所以说 外面还要有一个明点 来跟这个明点合 这就是古灵投胎 古灵投胎 那这个古灵投胎 和今生父母 解成的明点合 这两个一合 一个先天 是今生父母给你的 另外一个先天 是你的这个古灵 带来的 你上一世 是个什么人物 你上几世 是个什么人物 最影响你的 是七世 就是过去七世 对你今生的 命运的影响 是形成了你的先天 所以这也就决定了什么 决定了 你的同一个父母 所生的孩子 DNA是相同的 这啪叉给的先天不同 因为当时 父母状态很好的时候 生了你 父母 其中一方有病生了你 这虽然是兄弟姐妹 先天不同 虽然是同意父母 同意DNA 他的状态不同 形成的这个 点的质量不一样 种子的质量不一样 所以兄弟姐妹不一样 第二个不一样 就是因为 是不同的古灵来投胎 虽然是兄弟姐妹 一个父母 你上一辈子不一样 上七辈子不一样 这两个就变成了一个什么 因为刚才讲 在这个我们141年的宇宙 形成这么大的宇宙 这么多的星系 这么多的众生 云云 有情无情众生在里面 只不过也是一个点 演变出来的 所以你的未来的人生 要通过什么去演变 通过这一个 这是父母给你的这个点 和古灵带来的 和古灵带来的 有染物的点 父母给你的点 也有染物 染了今生父母的DNA 古灵带着过去七世父母的DNA 和五世纵带来的 和五世纵带来的 所以这两个先天 构成了你这个今生的 因为它在这个泡里面 这个点不停的分解 产生 就像宇宙刚开始是一个基点 然后最后变成140亿宇宙 在不停的变化 那么你的这个 基点 是来自今生父母 它的DNA 还有过去七世父母的 带来的DNA 然后你的父母 当然通过父母带来的 还有你的列祖列宗的DNA 那么正是通过这个点 在慢慢的开始作用 长成你的形体 形体长成了以后 最后你出体了以后 你心中心 这个种子 决定你这个承载的 这个古灵的 这个肉体 它今生的机遇怎么样 就是你的机缘怎么样 因为都是你的 这一层层的网 上面的全息的东西 演变来的 所以演变你人生的 生老病死一辈子 演变你人生的 成功和失败一辈子 这就是你的先天决定的 这个先天 这个 在我们的生命中 它起到 起到 这个 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力量 可以说百分之九十六的力量 那么我们后天 后天是什么 后天 这个 是你出生以后 开始学习 你开始学习 学着说话 开始接触你的家庭 接触你的亲朋好友 最后到学校接触自己的同学 到社会 开始接触同事 接触客户 那 这个 一生所学 这是后天的知识 和经验的累积 那 这个部分 占百分之四 在我们人生中 它发挥作用 只占百分之四 也就百分之九十六 是决定你 整个人生的关键 但是 可惜的一点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教育 失去了灵魂教育 失去了 对我们种姓的教育 我们人开始变得自大 只重视 我们后天 学习来的东西的经验之间 知识的累积 和经验的累积 大部分的凡夫 没有觉醒古灵的人 一辈子 你做了一件什么样的措施呢 一辈子 你埋没了百分之九十六的先天 不让它启用 而只用了百分之四的后天 你是一个一百 百分之百 你用了百分之四 你过得很辛苦 所以你有很多烦恼不能解决 你有很多八苦 在影响着你 求不得苦 爱别离苦 五因只剩苦 生老病死苦 冤增会苦 这八种苦 缠绕着你 因为你什么 你没有用那百分之九十六的力量 вер不得了百分之九十六的力量 对不得了百分之五的力量